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面用来记录一些事的频率 右边则是月目标和长期目标 我有个习惯就是每周才画一次周计划 而不是每月直接设定完 非常推荐和我一样还在找适合自己模板的人这样做 这可以给我每周调整模板的空间 以周为单位尝试新模板而不是以月为单位 这周还没过完我还没想好下周该如何调整 所以只画了左边的板块 右边的板块还在调整 这就是我一月和二月的子弹笔记栏 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下个视频再见